女人心死了,看什么都会有种无所谓的心理。给人最深的感受变得安静,窒息得安静。婚姻不顺,家庭矛盾不断,关键时刻男人不能给自己撑腰。老公出轨,被婆婆,小姑几对时,老公不站在自己这边。 下面来看看女人心死了,会有哪三种表现?一,你早已经被她遮罩在生活之外,她的世界不容你路过,你的世界她也不想参与。她的烦恼,她的心情,她的心事不再找你倾诉,看见你像没看见一个样。你对她已经可有可无。她的朋友圈不再晒你的照片,和朋友聊天也不愿谈起你的现状。 二,女人心死了,虽然还睡在一张床上,但是她已经不愿与你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。她对你完全是从深到深的排斥。她会刻刻气气地带你,刻意保持距离。说白了两人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有时候你和她急,她也不会汗吵。她已经不愿为你多花一点心思。 三,女人心死了,会突然放你自由,因为她已经不愿再去关心你。是不是没吃好饭?是不是多喝了酒?不再管你晚上要不要回来? 你有没有和外面的女人勾三大四?她已经从心里和你划清界限。你死你活她已经不再关心。她对你已没了最基本的信任和依赖。缘分来之不易。 请珍惜自己的女人,别让你的女人对你心死了。婚姻中请注意。因为你的不经意总有一种态度会让女人突然间心酸。总有一些行为让你的女人突然之间寒了心。若爱,请深爱,请珍惜。 请不吝点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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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